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看到他们呢 我都会把他们名字讲出来 同样的我在公司里面 在企业当中在互动的时候 很重要把对方的名字记下来 当你能够跟他们沟通的时候 把他的名字讲出来的时候 他们已经觉得哇你很重视我 你记得我的名字 然后你讲话的时候 你把他的名字偶尔会放进去 这样子他们就觉得哇你很尊敬我 所以你当刚开始认识一个人的时候 很快的要记得这个人的名字 而且也把他的一些特点 他的长处 他的人生的故事能够记下来 我都会把这些写下来 现在呢就打下来 打字记录下来 这样子你就清楚知道 他的名字是文号 是大文号的文号吗 那文号你这个想法是什么呢 所以你在讲的时候沟通能够用到对方的名字 另外一个技巧就是注意到很小的细节 当我们注意到对方一些的小的细节的时候 讲的时候呢 我刚刚说对方的一些故事啊 他一些喜好还是他一些特点 或是他穿着天气啊 还是他喜欢读的书 他一些独特的经历 他的语调 这些都能够成为我们跟他们沟通的时候 一些话题的机会 那以后有一次我会跟大家讲 有关于怎么建立人脉 跟怎么去跟人家去面试 那些呢都是很多的技巧 怎么去把一些的话题能够继照出来的 好 有关于怎么建立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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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于怎么建立人脉脉